大家好 我是蔡阿咖 跟我一起參加董事基金會發起的停止網路霸凌日 每年6月的第3個星期五就是國際的停止網路霸凌日 網路霸凌其實會對當事人的身心還有身體心靈造成莫大的傷害 不要以為你只是在網路上開開玩笑 單單鍵盤酸明算一下沒有什麼 但其實對當事人而言可能會造成他無法抹滅的一個傷痛 從現在開始你可以在網路上留下更多鼓勵的話 正面的留言或是在按下按鍵之前先冷靜的想一想 你就可以讓世界有更多的溫暖 讓我們一起跟董事基金會一起減少網路霸凌的受害者